嘩 嘩 嘩 焗芝士咖喱雞飯 看開的都知道我懶得出汁 但有時吃得來都想拍照按LIKE 今天就和大家做個非常易做的焗飯 看看怎樣可以耍兩三下 散手就KO餐廳的出品 洗乾淨一塊去皮的雞腿扒 將它剪成適當的大小 一口一口差不多就適合了 之後輕輕醃一下 都可以加些生粉鹽和胡椒粉 最後加少許油拌勻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焗飯炒底會好吃些 所以之後我會先炒飯底 都是用少許冷飯雞蛋和鹽炒至乾身 粒粒分明就可以了 如果冷的的確可以用白飯做底 不過我建議用炒飯也好 白飯也好 所有熱騰騰的飯都可以首先攤開水氣 攤到沒有煙出才拿去做焗飯 這樣焗出來的飯才不會濕濕濕 塑汁又會塑得好些 做咖喱不少得山寶 有洋蔥 紅蘿蔔和薯仔 都是洗乾淨印乾水之後切開一塊塊就可以了 如果想薯仔煮起不要那麼散的話 可以切開之後 常溫的清水至少十多分鐘才拿去煮 煮起來就沒那麼容易溶了 然後用中火燒熱少許油 落雞肉煎在表面至半熟 再拿起備用 然後在同一個鍋裡落洋蔥炒至聞到黑味 加上紅蘿蔔和薯仔炒勻 就可以落清水攪勻煮 再蓋上蓋子小火 煮到紅蘿蔔和薯仔軟身就可以了 然後出動冷人便秘的日式咖喱磚 轉回中火之後 可以放些咖喱磚和雞肉下去 將咖喱磚攪溶 同時煮熟雞肉 做焗飯的話 汁不可以太流失 汁又不應該多過些料很多 所以這次這個咖喱汁我就煮稠了少少 煮好咖喱之後就可以組合焗飯了 當然要找一個入得焗爐的器皿 要煮一人焗飯 用這個內高溫的Vicious保鮮盒就適合了 首先鋪好炒飯底 再淋上咖喱 之後灑海浪的芝士上去 然後就可以放入熱熱熱的焗爐裡面 焗到芝士金黃色就完成了 這個焗飯馬上吃當然最好啦 不過如果是煮來下餐吃的話 只要攤冷少少 蓋上蓋就可以放進冰箱了 下餐的冰箱拿出來 不用回溫 立即放入焗爐 微波爐或者蒸爐翻熱都可以 Vicious的玻璃系列出名內高溫差 一動一熱都不怕它會爆 有洗過飯盒的都知道 玻璃飯盒入得微波爐之餘更容易洗 不像膠盒 裝著咖喱怎麼洗都黃甲甲甲 一洗就爽了 除了600毫升普通一人化合容量 這個Vicious EBA長方形玻璃保鮮蜜蜂盒套裝 更搭多隻980毫升大大大小 就算大男人都夠吃啦 嘻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